见到第一线第3556章 不战而逃 对苏毅而言 只是随口把自己当初的一点感悟说出来而已 根本没想过 这些感悟会有着怎样的禁忌之处 自然的 也不明白孙杨和姬坤等人的反应 为何会如此大 姬坤等四人早已被力量隔绝 故而不曾再受到影响 可他们看向苏毅的目光 无不带着震撼 孙杨深呼吸一口气 按捺住一身的不适 道 道友此刻所言 已牵扯到生命之道的禁忌 我等境界不够 骤然间聆听这等禁忌 自然最容易遭受反噬 他一声苦笑 说实话 道友之前所言 我也仅仅只记住不到一半 其他言辞皆如天道 顿于无形 记忆中根本不曾留下分毫痕迹 苏毅不由挑眉 按孙杨这么说 自己在修为上明明远不如这些始祖级存在 可为何自己却能触碰到生命之密 而不受影响 刚想到这 苏毅就明白了 必然和自己执掌命书和轮回之力有关 于自己而言 这一场顿悟不算什么 可对孙杨等人而言 从自己口中说出的那些言辞 或许一等于大道轮音 境界不够 非但无法聆听 还会遭受大道反扑 孙杨护得认真道 道友不必忧虑 还请继续说 不管能否记下 且容我试一试 在这生命之道的禁忌之下 我孙杨究竟能记住多少 苏毅看了孙杨半赏 这才点头道 好 接下来 苏毅没有再停顿 侃侃而谈 云云众生 可是做混沌纪元的生机 亦可是做是生命之道 所显现出的气息 更容易混沌万道的本源中 故而 众生方可诞生于天地 天生万物已养人 人心有灵 可赶天地山河之密 求万道之理 若踏足修行之道 便等于踏上一条认知自我 天地 众生的道徒 凡俗一生 虽未有修行之力 可此生所经历的生 老 病 死 所拥有的七情六欲 便是生命之道 在世间留下的痕迹 草木枯荣 山河变迁 日月轮转 但凡有信灵所在 皆是生命之道的一场显化 是整个混沌纪元的生机在变化 若把生命之道 比作浩浩荡荡的大河 那么世间万灵 诸天一切有信灵者 便是这条大河的水 自源头而始 自尽头而终 周而复始 绵延无尽 苏裔一边说着 一边结合自己前世今生的点点滴滴 道 其实 关于生命之道的庙地 早就写在古今流传于世俗中的书籍内 世俗孩童都能朗朗上口 那便是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说吧 苏裔拿出酒壶 一饮而尽 此时暮色已深 天将入夜 天边暗淡的余晖 把远处孙壤的身影 剪出一抹昏暗的光影轮廓 他正正地立在那 面色惨白透明 似有所悟 可那一身的大道契机 却在翻涌动荡 呈现出趋于紊乱的迹象 季昆等人暗自心惊 唯恐孙壤遭受到的反扑太严重 让心境出问题 若如此 今日一战 怕是还没开始 孙壤就已无法战斗 许久 孙壤呼得长声一叹 全没记住 言辞间 难掩失落和无奈 苏裔道 或许以后 你若有机会 碰触到生命之道时 就能想起来 孙壤眼神异样 笑道 承蒙极言 不过 今日我若死了 这一切 也就无从谈起 说着 他呼得转身 看向姬昆等四人 你们走吧 离开往生国 如此还能捡回一条命 若定道者大人怪责 由我一人来 承担救世 姬昆等人 一脸错愕 紫袍求然中年 脸色阴沉道 孙壤 你这是何意 认为我们 是你的累赘不成 绿衣美赋 也促起一对峨眉 一场对决 就将上演 可孙壤却 忽然又改变主意 这着实太过反常 山羊虎老道 瞇了瞇眼眸 给我一个理由 不管能否说服我 我都会按你所言去做 孙壤平静道 这是命令 何须理由 说着 他看向苏毅 道有可愿 给他们一个 离开的机会 苏毅沉默了 之前时候 孙壤在和他对话时 他清楚感受到 那四人内心的 杀鸡和贪婪 都被彻底勾起 原本苏毅以为 这就是孙壤的意图 通过对话 勾起那些同伴的杀鸡 让他们心甘情愿 来拼命 可现在 苏毅才发现 自己似乎小觑了孙壤 可以 苏毅语气随意道 你孙壤要走 也大可以离开 孙壤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他只把目光 看向姬坤等四人 你们不走 别怪我用剑 把你们送走 一下子 姬坤等人 神色变幻不定 还没开战 就提前撤走 谁敢信 孙壤 我信你 若你今日真死在这里 来日 我就去那座土地庙 给你烧纸 山羊胡道人 第一个做出决断 大步而去 不曾再回头过 哼 临阵而逃 着实让我不齿 紫袍求然中年 脸色阴沉 孙壤笑道 于我眼中 杨老道才是最懂 我的那一个 也最让我省心 紫袍求然中年 脸色难看 你孙大剑仙 就是老子一个天大的理由 今天此地 老子也不走 说着 他谋如冷电 望向苏毅 记住 今天你弄不死我 我就弄死你 孙壤皱眉 眼神悄然变得冰冷射人 闹够没有 一下子 气氛压抑紧绷 紫袍求然中年浑身一僵 他无比清楚孙壤的秉性 知道对方此刻已动了真怒 可最终 他还是耿着脖子道 老子只听定道者大人的命令行事 有种你孙壤弄死我 否则 休想阻止 刷 一道剑气 骤然凭空一扫 紫袍求然中年都来不及闪避 就被剑气轰在身上 随着剑气爆碎 无数剑芒化作神意的符文光语 将紫袍求然中年整个人彻底禁锢 孙壤笑着对绿衣美妇道 绿梅 你带着老混账走 其身上的禁锢力量 三天后自可以消散 紫袍求然中年破口大骂 可孙壤根本不理会 只看着绿衣美妇 绿衣美妇眼神复杂 道 能否允许我出手 领教一下这位苏道友的厉害 若你不答应 我也不走 孙壤挑了挑眉 最终无奈般叹了一声 苏道友能隐忍克制到现在 已给了我孙某人天大的面子 你又何必这般 绿衣美妇正欲说什么 孙壤已平静道 走 一个字 掷地有声 那种平静决然的态度 让绿衣美妇神色变换许久 最终长叹一声 带着被禁锢的 求然中年和姬坤一起离开 自始至终 求然中年在破口大骂 姬坤则沉默无言 直至三人的身影消失不见 孙壤这才收回目光 笑着对苏仪道 多谢 苏仪晃了晃手中酒壶 道 请我喝一壶酒 我就不计较这些了 孙壤大笑道 如此甚好 她摸出一壶酒 隔空抛给苏仪 这是我当土地庙 庙主那些年 一个小姑娘赠我的酒 名唤青梅 我呀 看着她小时候 跟随父母一起来土地庙上香 后来那些年 又看着她长大 嫁为人妇后 就带着其女儿一起前来土地庙 再后来 第一次见面的小姑娘 却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玉 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她时 她颤巍巍地伸出手 捏了捏我的脸 说 明明是神仙 为何却要待在繁琐呢 你心中定然有无处可诉的忧愁吧 虽然眼眸泛起追忆之色 就这样一句寻寻常常的关切话语 却让我记到了现在 很奇怪 对吧 可我也不知为何 只要一个人时 就会想起那个小女孩 她的一生雍雍碌碌 平平常常 可在我心中 这样的一生 却那般珍贵 是我这辈子都难以拥有的 孙嚷长吐一口气 一些胡言乱语罢了 全当是为这一壶啄酒添一些佐料 苏毅看了看手中这壶酒 这就是 你想永绝鲜货的原因 孙嚷正了正 笑道 算是吧 苏毅揭开酒风 仰头喝了一大口 与你心中 早装下了云云众生之意 他日在封天台上 必有你孙嚷大放异彩的时候 这壶酒 全当你为我前往云梦则践行了 孙嚷一愣 我已经没心情和你对战 你仅可以初见 且看我是否会挡一下 却见苏毅已经收起酒壶 大步朝远处的云梦则走去 孙嚷气闹 站住 哼 一道剑意从天而降 挡在苏毅身前 不把你杀了 我如何回去 向定道者大人交差 孙嚷气势汹汹 一身气机在轰鸣 剑意流转 映现出一股令天地变色的灵灵气象 可苏毅看也不看 自顾自前行 缺心眼 我若死在云梦则 你不就能交差了 我若活着回来 你再来阻我便是 声音还在回荡 苏毅抬手一扶 挡在身前的一道剑意 已化作无数碎屑飘散 好啊 你这家伙不债而逃 还如此理智气壮 孙嚷怒急而笑 抬手之间 一道剑气 已朝苏毅斩去 剑气斩落时 苏毅的身影 早已消失在 那云梦则所在的一片山野中 唯有她的笑声远远地传来 好吧 我承认 你是唯一一个 能让我不站而逃的人 够你吹一辈子了 知足吧 第3557章 这是属于她的轮回 已是夜色 远处的望谷城 灯火璀璨 这片山野间 格外荒凉冷寂 孙嚷目睹苏毅的身影 走入云梦 则消失不见 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从袖中 拿出一壶酒 酒是苏毅所赠 之前若分生死 这壶酒 要么可以用来庆贺 要么就成了祭酒 可现在 你派不上用场 可孙嚷想了想 最终还是没有喝这壶酒 那家伙 若能活到 封天台出现时 兴许这壶酒 就能派上用场了 孙嚷转身去 半个时辰后 他一边走一边道 别藏了 都出来吧 四野寂静 无人回应 孙嚷一声冷笑 袖袍一挥 剑气轰鸣 天地动荡 极远处夜空下 顿时有身影亮强出现 赫然是山羊胡道人 绿衣美妇 鸡坤 紫袍求然中年四人 四人神色都有些尴尬 也带着如释重负的欢喜之色 赢了 山羊胡老道 碾须笑道 我就知道 你孙嚷出马 断没有失守的可能 孙嚷面无表情道 赢个屁 都没打 怎么算赢 啊 四人错愕 一头雾水 没打 孙嚷常探道 从他阐述生命之道的禁忌时 这一战 就已经没必要进行了 众人想起之前的经历 神色也都发生变化 当时 以他们的道行 都承受不住 苏毅阐述大道时 所产生的威能 神魂 心境 道区 皆遭受影响 若当时苏毅就选择开战 怕是能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若真动手 不见得会输 紫袍求然中年 沉生道 再不堪 以我们五人性命 换他一条命还不行 孙嚷仰头望了望夜空 道 可他能够再次转世重修 我们呢 紫袍求然中年 顿时雨色 孙嚷目光挪移 扫了其他人一眼 我并非未战 也并非视你们为累赘 而是和苏毅对谈之后 我已料定 在这往生国和他开战 我们书多饮少 他抬手指了指夜空 往生国的天地规则 可以被他一身轮回之力取代 而往生国之外的鸿蒙周虚规则 亦可以被他用混沌五行本源御用 只这一点 就足以让我们陷入绝对的劣势 众人神色一阵阴晴不定 绿衣美副道 可定道者大人 不是已交给你了一些秘宝 孙嚷一声审笑 那些秘宝 兴许能让我们保命 但想要获胜 悬啊 山羊胡老到呼的道 孙嚷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想过 这次能杀了苏毅 其他人一震 目光都看向孙嚷 孙嚷沉默片刻 道 守目人或许没死 但他的一具道身已被击杀 那一战 你们也看在眼底 相信不必我多说 你们也清楚 苏毅在此战中 显露出的战力 有多可怕 顿了顿 孙嚷眼神有些复杂 最重要的是 按照定道者大人的命令 无需我们拼命 只要保证苏毅进入于孟泽 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 众人顿感意外 旋即 绿衣美副忽地道 定道者大人莫非认为 只要苏毅进入云梦泽 注定有去无回 孙嚷道 事无绝对 不好说 但 按照定道者大人的意思 云梦泽绝对是一个 足以让苏毅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方 我也仅仅知道 只要进入那里 苏毅此生所拥有的一切 都将被打回原形 最终重蹈削减的覆辙 打回原形 重蹈削减覆辙 这样的描述 让众人听得眼皮直跳 那云梦泽该有何等禁忌的危险 才能被定道者大人 做出如此推断 说来说去 苏毅终究得死 这就够了 鸡昆笑起来 啪 冷不丁地 孙嚷甩了鸡昆一巴掌 打得后者身影 直接飞了出去 众人一惊 却见孙嚷眼神平静道 这有什么可笑的 之前苏毅若真豁出去下死手 你觉得 你现在还有机会笑出来 鸡昆低着头 静若寒蝉 孙嚷收回目光 自顾自上前行去 眉梢间不经意浮现一抹怅然 他此生最钦佩之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定道者 而如今 多了一个苏毅 对方的气魄 箭矢 胸襟 再建修道图上 绝对称得上 生平警戒 最重要的是 苏毅在针对鲜货的回答上 看似 没有给出解决之法 可苏毅关于众生和生命之道之间的阐述 实则已经是一种答案 哪怕孙嚷没能真正完整地听清这个答案 可起码苏毅已证明 他拥有解决鲜货的底蕴 这就够了 除此 孙嚷确信 苏毅很懂自己 因为在苏毅心中 同样装着众生 只不过苏毅心中的众生 注定和自己心中的众生不一样而已 孙嚷也没有告诉众人 之前他在和苏毅对峙时 曾第一次犹豫是否要出剑 不是畏惧 相反 他满怀期待和苏毅在剑道上一针高低 可他又不愿这么做 因为一旦出剑 必分生死 孙嚷不怕死 可他不想这么做 因为苏毅接下来还要去云孟泽 在这个结果眼上 孙嚷不想让自己成为阻碍 这对苏毅不公平 苏毅显然也察觉到 他心中并无杀鸡 才会在得到一壶青梅酒之后 就转身去 只希望 你以后有机会抵达丰天台 否则 这见到路上 未免太无趣 孙嚷心中难难 和其他人不一样 哪怕和苏毅为敌 作为剑修的孙嚷 也想堂堂正正地 再见到对决中绝生死 而不是像之前那般 利用一座禁地 去让苏毅陷入万劫不复 孙嚷 我们这就离开 其他人跟上来了 对离开往生国 去鸿蒙禁欲 孙嚷头也不回 不等着看一看云梦泽的结果 紫袍囚然中年到 孙嚷悄然止步 沉默片刻 这才又继续迈步前行 于我心中 希望苏毅能够活着回来 众人错愕 夜色如水 当苏毅走入云梦泽 所在的那片山地时 笼罩在云梦泽上空的 那一片混沌呼得剧烈翻涌起来 就像平静的海面 刮起飓风 混沌中 悬挂无数明亮璀璨的紫色星辰 在此刻就像从沉寂中醒来 飘洒出滚滚如潮的紫色星灰 一下子 整个云梦则时空错乱 阴阳颠倒 虚实模糊 就像完全坠入到混沌中 一切都已分辨不清 可这一切意向 却未曾扩散分毫 整个往生国境内 也无人察觉到 哄 几乎同时 苏毅只觉身影 像被无尽混沌裹挟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 在错乱的时空中坠落 一切的感知都变得扭曲模糊 再看不到任何景象 而在他身上 久遇见产生异动 代表削减道业力量的神链 哗哗作响 恍惚间 苏毅不由生出一股熟悉的感觉 就好像当初第一次前来鸿蒙天狱时那样 整个人就像在进行一场投胎转世的过程 不一样的是 这次代表着削减道业的神链 产生了无法形容的激烈异动 还不等苏毅多想 一股古怪神异的禁忌力量 莫地将他整个人覆盖 下一刻 他只听到久遇见 发出一缕激昂的剑银声 而后就没有了任何意识 他不知道的是 那名叫苏清宇的婴孩性命本源内 一缕缕早在诞生时 就以因果力量悄然易懂 更不知道 命书第三页的涅槃命土中 那一座幽暗神异的涅槃池 忽然冒出了泉水般的涅槃力量 化作蝴蝶的蝶变杰林风泥 阵翅之间掠到涅槃池附近 风泥惊喜喃喃道 苏大人自己找到涅槃本源了 一朵黑帘扎根在一片血色交织的炼狱中 黑帘之上有着一道伟岸高大的身影立足 主见而立 剑客 你终于还是又去了那鬼地方 高大身影仰头 似感应到什么 那些家伙可都在等着这一天来临呢 一座烟雾弥漫的紫色大山上 扎根有一株金色大树 枝鸭遮天蔽日 这一刻金色大树呼的摇曳之鸭 一道晦涩声音随之响起 果然不出我所料 落叶归根 大道问阻 一切的求索都将归于最初时的道业 一道身影 盘膝坐在一片浩瀚星空深处 周身环绕着亿万星辰 这是一个羽官白发青年 一对谋若心和漩涡般在涌动 总算有机会去看一看 云梦泽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 羽官白发青年悄然起身 整个星空随之剧烈动荡起来 一朵青色雷云浮下出 雷云深处有三千大道 众生法香在浮沉映险 悄然间 青色雷云上显化出一道男子身影 衣袖飘然 恍若古仙人 男子俯看远处混沌 一生长叹 终究还是去了云梦泽 当初的教训还不够吗 类似的一幕幕在鸿蒙禁域的不同地方上演 云梦泽 肖茧的故乡 这就是你说的苏毅必将重蹈覆辙的地方 同样在鸿蒙禁域 头戴斗笠 一袭灰衣的引渡者立足在不戏舟上 轻声开口 远处一道近乎不可见的神秘飘渺身影出现 只说道从哪里来 终究将回到哪里去 这就是属于他的轮回 这就是属于他的轮回